本以为作为郭德纲的儿子,德云舍少爷郭麒麟会专攻向上借,没想到他演戏也这么肉,最近还跑上了,我就是演员的舞台大碗块借,我才看了一期就已经被他顺利圈本,说这篇分发穿起休闲装,这感觉不就是狗话文化吗? 看到如今小鲜肉版本的郭麒麟让我很是欣慰,毕竟五年前,他可是个众所周知的小胖子啊,软软的脸庞和顿时的体型不知道受到了多少驱嘲,浑身都透着一股老实憨厚,用三个字来形容,那就是妥妥的土肥猿了。 好在少爷还是很争气的,成功秀下来的他不仅尺寸缩了好几个号,连帅技术性都出来了,穿着像上大褂往台阶上一坐,手持折扇,这形象这气质,真心想让他去拍摄一部民国巨鸭。 更厉害的是,熟肩的他不只穿戴褂好看,换上现代装更是秒变时尚超难,甚至和韩庚张艺山两大男神同台,魅力丝毫没被盖过去。 黑白撞色他第一本正经,不起眼的蝴蝶结在背地里带出娇皮的元素,轻松自然的感觉很适合这个22岁的少年。 穿几次西装耍帅就够了,没想到郭麒麟还没完,最近更是登上质品,杂质大秀写真,满满的造型表现力,果真是要在时尚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吗? 你看在他的演艺下,文系的暖色系,也带出了丰富的质感。 浑色花纹和粉和状色层次分明,不用多说,足以点亮全身。 内搭的白衬衫和黄色拖腿裤堪称文青的标派,复古灯新容为格调加分,配上呼应全身的棕色墨镜。 连pose都是真业爱都提到,换上风格极然不同的牛仔夹克,照样能carry全场。 高冷的牛仔上衣运用了拼接质感,格纹和纯色畅秀,被单一的层次取而代之,光凭设计感这一点就能赢。 乍一看几位普通的纯色袖子,竟然也有小毛腻,拉出一截的内袋,塑造出不及随形的杆脚,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都超硬朗。 白矿黑片的墨镜之前,我也见过不少明星佩戴,到底是因为激烈的撞色,都会有种非主流的围核感。 没想到,这回终于带着一味好看得了,恰到好处的大光,削弱了镜框的存在感,酷帅的味道了一目了然。 不过我还是得补充一句,褪色的镜框也是故意的,搭配做就牛仔外套起不是刚刚好,黑白色调更有大偏的既视感。 各本小西装加图案真质商家休闲裤,获达出了满屏的高级。 我要再次质疑一次,他真的只是位笑声演员。 果然不能小看任何一位胖子,没准他们担心瘦下来会抢了大家的崩头呢? 看看现在的郭麒麟,连五官轮廓都开始变得分明。 自然轻松的状态虽然成为行男有点夸张,但近距离镜头都没得怕的。 让我都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鸡腿,作为90后李锦菲成功的励志人物。 郭麒麟体重从将近200斤蜕变,回120的健康指数,时尚感却来了个反比例增长,妥妥的飙升到200加。 简直是相声界最有时尚感的演员,不说了,我也要抓紧减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